因為我今天早上提兩個案子 那目前程度也都放在這兩個headpad上 第一個headpad就是 欸 各位各位 為什麼你還在去林林 目前有幾位朋友的填寫 目前有五位朋友的填寫 那也希望如果大家能夠繼續填寫的話 我們希望這個故事可以繼續點延續下去 好 所以最後我就不一一念了 那再來 你也 你也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 猛新FB的部分 我後來發現就是我要抓FB上面的資料 就是他的搜尋實在太難搜尋 我今天話能夠直接在做的事 然後所以後來自動搜尋的事情 那我半天沒有弄出來 那所以我後來決定 那個人工資源沒辦法解決 我就先用工人智慧解決 然後我就 先把一些有找到的一些鳳頭昌音 有變細環的 然後用trailer 來 就是看他的一些 那個紀錄 例如說像 大安 2016年大安 呃 台大出生的 這是A0 然後還有被人家募集到的照片 然後幾月幾號募集到的 然後 到後來 在大安成功園他被募集到過 或者是像 這一隻 這一隻 這隻 紅 04他是在台大出生的 但是後來他還有在桃園被人家募集到 那其實如果能夠慢慢把這些製造武器 或者是 因為現在大家的那個蘇維山體 越來越強 或是大炮越來越強 所以都很容易可以拍到他腳踏的那個 文字 所以如果能夠 透過有點像類似這樣的介面 然後要製造越來越完整 那或許我們之後就可以知道一些 就到底我們在城市裡面 這些母型的移動武器是什麼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乾杯 謝謝 因為其實對於那種 魚類 不是魚類 那個 英類啦 往前部分的話我自己更滿興趣 那好像說 國外已經有很多的社群在討論 或是在募集這些 那個 他們的魚鷹啊 或是說 鳥類的一些驚喜狀況 所以我希望是各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 麻煩可以多加入我們這樣子的討論區 然後把這些資訊 把它整合起來之後 我們說不定可以成立一個社群 然後問說可以跟 一些什麼像是 那個計畫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之後可以繼續把這個計畫發展下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算是一個蠻 除了它可愛之外啦 因為個人 這是個人可愛之外的話 我覺得這種猛型 他們對生態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因為證說 如果沒有這些猛型的話 或許我們現在生態部分 會完全完全做改變 那這附件目前 雖然只有這樣子 那目前來說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 除了目擊者的資料之外 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就可以跟一些社群 然後 比如說 架設一些生態攝影機 然後跟大家一起 把那些資料 把會提起來 這是 目前早上沒有討論到的部分啦 不過 希望大家合作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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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